哈囉粉絲團的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要跟大家做分享的車種別呢 是Volvo的C30 這一款呢其實應該算是C30最後一批的車款 2012年的 然後今天的這顆引擎是2.0升才有引擎 那今天的工作呢除了要裝避震器之外 前面的多重塞卡鉗還有後面的加大碟呢 車主也一定會把它裝上去 那車主的話選擇的版本呢 比較特殊一點點 因為他想要的是比較低調的風格 所以腳管的部分的話呢 會把它烤成黑色的 還有煞車的部分的話也都是全黑的 就看起來就像是原廠的一樣 那當然功能上的話呢 都是跟原廠一樣 不太一樣 它的功能上的話呢 還有主尼還有高低都一樣是可以調整的 現在的工作呢 另外一邊在抽煞車油 所以我們都已經剛好安裝完畢了 那因為踩油引擎稍微重量稍微比較重 所以我們所配置的彈簧公斤數 前面是配置了8公斤 後面的話呢是配置6公斤 其實這一台車的基本的底盤架構呢 跟Focus的2代其實是一樣的 所以它的底盤架構的話呢 前面是獨立式的麥花城 然後後面的話是多連桿的懸吊 所以我們前面配置的是180長8公斤 那這台車Focus的話就比較有機會直播跟大家分享 那這台車呢其實底盤剛剛說了跟Focus一樣 所以它的上座呢 我們一樣有附上座 上座的話在這個地方 它的調整的話相當的方便 直接引擎室打開呢 鏡頭拉遠一點 引擎室打開從這個地方 就能夠做主黏的調整 順時針就是變硬 逆時針變軟 從這裡就能做調整 那我們有附上座 上座的軸承所選用的材質呢 也很不錯 是日本KOYO的軸承 油封的部分的話呢 我們所選用的油封是日本NOK的油封 主黏油的部分一樣是維持義大利一整桶 進口的主黏油 那剛剛車主才剛到的時候呢 我有量測一下 因為已經有改了225、4、5、18的旅圈跟輪胎 所以它的輪胎上遠距離S版 前面大概是兩指半左右 後面大概三指多 所以預計啦 等一下降低大概是會到一指半到兩指幅左右 降幅的話就跟一般原來的避震器 改了短彈簧是差不多的幅度 它因為有改了大六的活塞跟卡鉗 所以它的盤徑看起來非常的大 當然自動力道呢就會大幅的提升 因為前面跟後面全部都已經有加強 這個是大六 全部都沒有LOGO 就是低調的風格 那我們的煞車卡鉗呢 前面的話呢 因為街頭呢 就有改了多的煞車卡鉗 就一定要得換上金屬油管 所以金屬油管的固定位置 在這個地方都是跟原廠的一樣 這個是雙片式的 它是雙片式的356大六的規格 就直接把18吋的話塞到滿 那因為原廠的鋁圈 它的ET值呢比較大 所以呢 非不得已需要電了大概5mm 才有辦法閃過大六的卡鉗 所以要電大概5mm的規格 離載串的部分的話 就直接沿用原廠的規格就可以了 這個是油管架跟ABS感應線的位置呢 這些都是比照原廠的位置就可以了 那後面的部分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 後面的話懸吊系統 其實也跟FOCUS的二代是一樣的 它的後面我們今天有要做的工作呢 是換了準的來臨片 還有325 17吋最緊繃的規格 325的加納碟 避震器的話呢 在這個地方 避震器的話 後面的防塵套呢 我們有附加長型的防塵套 也有附上座 因為是黑色的 所以不是很明顯 上座的阻尼調整呢 就在上座的上方 跟FOCUS的二代都是一模一樣的設定 這個防塵套呢是加長的 它會對軸型的做降下來之後呢 它會整個照住軸心 所以對軸心的保護效果很好 而且這個孔徑呢 跟原廠一樣 它有做的比較大 所以在這個地方呢 不容易積水 不容易會有生鏽 那白色的呢 就是我們左腹的饅頭 所以簡單來說 後面的所有機構呢 就都不需要再沿用原廠的規格 這是180厚 6公斤 上部的話呢 這個是調整機構 是來調整側高的 而且這個調整機構的上方呢 正常來說 它是一個彈簧上橡皮 那上橡皮的話 我們也有負 所以就不需要再沿用 那下方的話 有一個算是塑膠墊子 那個就需要沿用 因為我們的彈簧下進呢 就剛好框住那個塑膠墊 那這裡一個結構的話呢 常常可以看到 FOCUS的話 如果拆下來這兩顆橡皮 其實很容易就扁掉 但是剛剛拆的時候 有留意一下 C30的橡皮材質 好像有比較硬 因為車主現在目前已經開了 大概5到6萬公里 可是橡皮的狀況還很好 所以就不需要把它改成 優力膠的規格 因為狀況還很OK 不用再做太患 另外除了煞車跟避震器之外呢 我們也要改了那個束角調整器 在這個地方看到藍色的就是 這個就是KT的束角調整器 這個束角調整器呢 它的用意是在 當我們車高降下來之後 它的CAMBER角度跟TOIN的角度會改變 但是原廠的它能夠調整束角 可是天性螺絲能夠調整的範圍呢 會比較小 所以我們把它改成可調式的時候呢 它的調整的區間範圍呢 就會變得比較大 那如果可以的話 當然是連仰角調整器都一起改 會比較 它能做出的角度範圍就能夠比較大 就是C30D4才有板的 那它的阻尼調整呢 因為是雙門的結構 所以它的後面的杖板 如果調整阻尼的話呢 是在藏在這個裡面 需要把這個稍微掀開之後呢 在上座的上方才能夠直接調整阻尼 後面的車高預計降下來大概會是 因為它本來的車高就是前低後高的設計 所以等一下降下來的幅度呢 也會維持跟原廠差不多的比例 前面大概是一指半到兩指 後面的話也是差不多 這個是原來的車主改裝的鋁軒 18吋的 它的規格 這個也是很棒的 還有景弧PS91 最近還蠻夯的 225 458 所以它的前面幾乎已經可以把整個鋁軒 塞到滿了 後面的話呢 加大點我們最大就只有做到325 所以它的尺寸的話就會比前面的略小一點點 當然整體視覺上就會好看很多 那後面的話也會墊上大概5mm左右的Space OK以上是今天VOVOC30的直播分享 如果車友們有需要試乘 有對產品有任何的疑問的話 都可以跟我們聯絡 這個是原廠剛剛塞下來的零件 好那今天謝謝大家的直播收看 謝謝拜拜 謝謝